打飞闻月是什么意思?很多人对此难以理解,质疑为什么中国要这样援助越南,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 菲律宾在南海跳得巴掌高的时候,我国元首访问越南,这次访问,最引人瞩目的问题是两个方面的, 一是中越如何解决南海分歧,二是中越未来的合作及关系发展方向, 在与越共总书记阮夫仲举行的会谈中,双方同意更好的控制并积极解决分歧。 维护南中国海河地区的和平与稳定,双方妥善管控海上分歧,共同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。 但外界认为,这个课题不是双方会晤的重点,而是两国的合作,双方宣布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新定位, 在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技术上,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,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合作项目,就是中国免费帮助越南修建联通中越, 中国及越南境内的标准轨道铁路。 其实,这真是被知识限制了想象的表现,我从三个方面简单介绍一下, 第一个,如果在我国修建铁路、公路,沿途的城市乡村和老百姓投资码, 不仅不投资不说,很多人还要高价索要占地费和拆迁费,甚至出现不少钉子户, 但我国要修建通往东南亚、南亚国家内地和南海、印度洋沿岸的铁路, 把中国的货物卖给那些国家,也进口那些国家的货物,搞活国际贸易。 经济和技术比较落后的越南、缅甸、老挝等国家,却修不了我们需要的铁路, 那我们出钱来修,不是与在国内修建基本是一样的道理吗? 这不仅是双赢的过程,而且主要的受益者是中国。 第二个,中越铁路绝非仅仅是中越之间的铁路,联合国早就有了泛亚铁路的规划, 这个铁路网的主网是连接越南、老挝、缅甸、柬埔寨、泰国、孟加拉和印度的铁路网络, 而我们需要打通中国与民国越南、老挝和缅甸的铁路网, 才能把中国的铁路网与泛亚铁路的网络连接起来,形成一张铁路交通大网。 第三个,一条铁路就是一条纽带,可以将两国的经济紧密连在一起, 在没有永恒的友谊,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个外交技术之上。 那些试图挑拨离间中越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反华国家, 就很难插手,破坏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了。 美国试图断了中国通往印度洋陆路通道的阴谋也难以实现了。 现在,我们来聊聊前面说的打飞吻月的含义, 这是我对处理南海问题的建议, 也是我从中越关系的新发展中受到的启发。 我们在南海面临的形势非常复杂, 关于南海主权与越南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和文莱四国有着分歧, 但焦点和热点却是菲律宾,菲律宾在美国的幕后策划和推动下。 时任总统阿基诺三世,从2013年开始筹划推动, 2016年出台所谓南海仲裁案, 几个临时凑在一起的法官, 单方面裁定菲律宾胜诉。 到了今年,菲律宾新总统马克思上台, 就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那样, 在美国的忽悠拉拢之下, 立即全面倒向美国, 甘心充当美国的马前卒, 南海问题立刻升温。 而美国借机宣布启动已经冷冻了31年的美非共同防御条约, 承诺将保卫菲律宾, 南海问题进入空前复杂和紧张的态势, 形势越是严峻。 我们越是需要解决, 而不是妥协一下继续拖, 南海问题就是我们拖出来的结果, 不能再拖了, 但我们总不能一口吃一个胖子, 问题要一个一个解决, 因此,打飞吻月应该是我们解决南海问题的基本策略, 也就是说, 我们不仅要尽快弄走菲律宾坐贪人爱交24年之久的破船, 还要彻底打掉菲律宾对人爱交和黄岩岛的野心, 也需要收复部分或者全部收复被菲律宾占领的八个岛礁, 而对于本市同志家兄弟的越南, 则是按照中越两国这次会晤达成的最新共识。 妥善管控海上分歧, 共同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。 最近,菲律宾驻美大使罗姆尔德兹炒作南海议题, 他表示, 中国和菲律宾船只在南海的小冲突随时可能会引发大冲突, 下一场可能引爆世界大战的冲突热点不是台湾而是南海, 我觉得罗姆尔德兹的言论太夸张了, 最近中飞在南海虽然有点摩擦, 但是双方力量严重不均衡, 中飞之间小冲突就是小冲突, 不可能引发世界大战。 这位老兄可能产生了幻觉, 他以为美国让菲律宾在南海惹事。 美国会帮忙, 不可能, 美国不可能亲自下场为菲律宾打架, 虽然美菲有共同防御条约, 但美国对这个条约是选择性利用在南海。 如果美国跟我们发生正面冲突, 它必败无疑, 2016年中美海军就在南海较量过一次, 我们集中相当多的兵力在南海坐镇, 最后是美国的航母撤了。 所以, 菲律宾驻美大使的这番言论就是炒作, 不会成为现实, 它的目的是夸大南海紧张局势, 让国际社会关注, 让欧美国家介入。 它这样炒作南海局势, 对菲律宾有什么好处? 谭帅讲, 没什么好处, 中飞在南海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。 它这样炒作碰瓷, 只会让中方采取更加坚决有力的措施, 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。 现在菲律宾的精英层被美国控制了, 美国希望菲律宾闹事, 把南海问题炒热, 让中国遇到点麻烦, 影响中国与东盟的关系。 坦率说, 菲律宾这帮精英就是美国的好才, 美国一鼓动, 他们就傻乎乎卷入了。 中国极其重视周边关系, 这是中国的主观态度, 在中飞南海争端中, 中国的反制是极其克制的。 最近一段时间, 菲律宾方面寻衅滋事, 我们稍微十点力量反击他们就受不了了, 如果在南海中非发生了擦枪走火, 那一定是菲律宾先开的第一枪, 我军是文明之师, 从过去的经验看, 我军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打第一枪, 这样可以向历史交代, 但是我军还有一条原则, 不会让对方打第二枪, 一旦他们的挑衅过分, 开了枪, 中国人民解放军肯定会对他们迎头痛击。 现在美国和菲律宾精英层的一部分人, 处于各自利益, 挑动南海局势升温, 我们不用太担心。 中国与东盟关系还在正常发展, 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的关系也保持良好势头, 东盟国家里只有菲律宾在闹事, 只会产生局部影响, 整体影响并不大, 美国想借南海问题挑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, 我认他达不到这个目的, 至于说美国, 日本要介入南海局势, 即便没有中非人爱交的摩擦, 他们也会介入, 每日插手南海局势, 我认为他们的介入程度也是很有限的, 如果他们真想在南海摆开架势, 跟我们打一架, 那我只能说这是自讨没趣, 他们必败无疑。 东南亚这块地方, 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势力错综复杂, 各种大人物染指的土地, 充满了各种不稳定的因素, 从古代的时候开始, 这里受到华夏文明的影响, 开始出现了一些国家, 这些国家夹杂在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的影响之下, 成为了附属国家, 他们同时对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进行朝贡, 这样就可以获得自己生存的机会了, 而从明朝末年开始, 清朝的入关使得相当一部分的汉民和朱元璋后人, 进入到了这块土地之上, 现在网络之中, 被大家所熟知的瓦邦, 就被很多人看成了是汉民的后代, 瓦邦是东南亚的一个特殊地区, 主要是这个地区的特殊性在于, 地方影响力比自己国家政府的影响力还要大, 主要的体现就是在于, 缅甸官方一直都是说的, 以缅甸族为主的缅甸语, 但这个瓦邦地区, 却是自作主张地说起来了中文, 这一点不是民间的自发行为, 而是瓦邦这个自治地区, 从上到下都是说的中文, 中国方面使用繁体字, 他们跟着, 中国方面改革为简体字, 他们也随着变化, 这里的人性格蛮横, 桀骜不驯, 号称是不能被征服的民族, 很多时候, 缅甸政府每次上台新的领导人, 想要大干一场的时候, 就会派遣军队来到这里, 希望收服这里, 但缅甸本来就是小国家, 几万人几千人的军队, 根本奈何不了瓦邦人民, 每次都是大败而回, 瓦邦人民有着自己的军事力量, 这个组织的军事力量十分的强悍, 很多时候做到了全民皆兵的地步, 只要是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, 无论男女老幼都会自发地动员起来抵抗战争, 从缅甸官方和国际社会对于这个地区的认识来看, 瓦邦是一个高度自治的地区, 在缅甸国内之中和其他地区有着很大的不同, 几乎就是相当于国中之国, 一般来说像自治区这种地方行政制度, 在其他国家之中也是有的, 但极少见到像瓦邦这种同时掌握了经济和军事大权的自治区, 曾经有一位国际学者说, 这个瓦邦除去没有独立的外交, 几乎可以看成是一个东南亚小国家了, 对此, 你怎么看?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,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, 这里是史约馆, 订阅我, 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。